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是2月14号情人节 朋友们看到的肯定是都是2月15号 甚至说是更晚了 我录这个节目的时间是2月14号 是一个浪漫的日子 但是在国内一点都不浪漫 国内现在经历什么大家都知道 而且现在受这些疫情的影响 这个节也没人有这个心情去过 没这个心思去过 那咱们要是从经济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如果说这个节没人过的话 那么谁会受影响呢 卖花的花卖不去了 花农花没人要了 这就是影响 这就是冲击 这就是这种瘟疫 对这种经济生活造成的冲击的体现 其中一小环节就在这里 包括我个人来说 我前几天我生日 但是我也没说 说不合时宜 我做直播我也没有说 我生日怎么怎么样 这几个意思 所以都没说不合时宜 像这种瘟疫的起源 我前一段时间的节目 我说不太可能是他们自己造出来的 不太可能是赵家人自己做出来的 但是随着事情的发展 有越来越多的证据 越来越多这种研究表明 就非常有可能是赵家人自己做出来的 这么一个病毒 那我这是推翻我自己之前的观点吗 你也可以说是吧 因为我之前我是不太情愿 去朝这个方向去发展 我还没有去想人心都可以坏成这样 或者人都可以做出这么丧尽天良的事情 这本来是在电影里面才会出现的环节 像什么生化危机 像那个保护伞公司 已经提病毒 感染全世界的人类 导致世界灭亡 我就没有敢去朝这个方向去思考 我也不太情愿就往这个方向去思考 而且我的朋友还替我分析一下 从哪几个方向来说 这不太可能是他们自己放出来的 但是随着事情的进一步发展 进一步的这种深入调查 已经有越来越多这种证据 正在慢慢的指向 这就是赵家人自己造出来的 不管是不是他自己散播出来的这些不说 有越来越多的证据链正在形成 这个证据链正在形成 一个两个不能够构成指控 但是当这个证据链完整起来的时候 就有可能就会证明 这真的就是他们自己弄出来的了 然后至于是怎么去被散播出来的 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 这就是另外一说了 是这么一个情况 现在国内很多封城的人们 都是已经快要封了 有的是在自己家阳台上面去大喊大叫 我还看到一个人在家里自己的点房子 都发疯了 精神崩溃了 这时候真的是精神崩溃了 平时光想着吃喝玩了 光想着赚钱 然后没想到突然之间 降了这么一个天灾 然后觉得身无可恋了 一个人精神崩溃了 他什么事情都能够做出来 包括他点自己的房子 他也不考虑这个火会不会烧到楼上去 不光是武汉呀 广州也开始喊了 整个小区的人们站在阳台上 在歇斯底里的喊 他们在喊什么 他们为什么要喊 每个人的心情是不一样的 他们都被压抑太久了 其实真正可怕的不是瘟疫本身 真正可怕是这个瘟疫 它所带来的这种对社会的冲击 对经济的冲击 对生活的冲击 真正的瘟疫是什么呀 是人们脑子里面的瘟疫 这才是问题的根本 我之前我的节目一直来说要思考思考 思考问题的根本 是谁造出了这个病毒 是谁造出了这个瘟疫 可能我现在就说很多人还是不信 本来我是不太情愿去相信这是人造出来 但是现在是越来越多的症女症的指向 这就是人造出来的 我看到国外的一些科学家 他在分析这个 他在分析这个什么分子结构 蛋白结构 哪些是经过什么人工合成的东西 那些太专业的名词 我也说的不太明白 大致意思就是说 这个东西不可能自然而然出现在自然界上面 只能是通过人工把它给弄出来的 是通过科学的手段把它给弄出来的 所以说当一些坏人如果说他要是掌握了科学技术的话 那么他就会用这个科学技术去作恶 去祸害人 你比方说这个发明这个火箭 美国用它来去探索太空 这是火箭 有的呢就用火箭来制造武器 去制造导弹 在不同的人手里这个科技啊 它就会变成不同的产品 就会派上不同的用途 有的会改善人们的生活 会推进文明的发展 有的就会破坏现代文明的发展 就会变成奴役人民的工具 这就是坏人掌握了科技的后果 那么现在瘟疫已经到了这个程度 现在国内有多少人想过要去追究政府的责任 有多少人就想过 我所接触到的信息 很多人还是说我们这边粮食充足 我们这边离粮库有不远 政府肯定会帮我们的 不会让我们饿肚子了 有多少人还在信誓旦旦的 指望着政府来救他 还觉得政府是救星 而没有去指责政府 为什么你第一时间封锁消息 没有去解释这个病毒来源在哪里 政府它欠人民的说法太多了 观众朋友们 你们应该去找政府去叫说法 与之相对应的就是看看日本 日本现在就是出现了这些疑似兵 你看看日本这些国家这些人民 直接就是建制政府 把首相都骂得狗血临头 要求他们下台 要求他们辞职 要求他们谢罪 这是日本 你看日本人怎么做的 日本人他在支持中国的同时 人家还在去问责政府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公民 这才是一个真正具有高度文明意识的公民 他们的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 一个人去学一学 不要一天都老是想去抵制日本 从这次事件当中 你就能看到日本人他们的这种精神文化修养 他们这种大爱无疆 他们这种普世价值 他们对政府的监督 这是大家应该去看到的东西 应该去学到的东西 我今天在做直播的时候 有朋友他就是发信息给我 他说我现在的人在哪里哪里 我跟我国内的父母说 他们都不听 然后问我该怎么办 那我跟他是怎么说的 我说像这一代人 他们都生于50年代60年代 你想要去改变他们是不可能的 你只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 以自己的方式去帮助他们 比方说现在家里面可能物资都不好买 行动也受限制 你能做是什么 你能做就是在淘宝上去买一些东西 比方说什么干米粉 米面油 能放的这些东西 你买个几千块人民币的 直接快递到家里面去 这是你现在能做的 也就只能做到这份上 而且你做到这份上之后 中途会不会再出现意外 这些快递会不会又被截糊 这都不好讲 因为现在真的是一个天下大乱的节奏 任何行业都会出现问题 之前抢劫口罩的事件 那都不说了 接下来会不会抢物资呢 这也都不好说 但是你现在你能做的就是 你只能先去这么去做 你只能去淘宝下载买个几千块钱的东西 买个几千块钱的米面油 发到家里面去 只能做到这了 为什么呀 为什么之前没想到呢 我半年之前的话 我就是做节目 我说同梁同梁饥荒 没人听 我底下骂我的人比夸我的人还要多 我拉开多少人 拉开了几百人呢 骂的特别难听 那被我蒙堆了吗 我就不说是我推演出来 我就说是我蒙的蒙堆了吧 现在问我怎么办 怎么去补救 那么你只能说是 进人事听天命了 还能怎么样 这是劫难 这是中国人的劫难 中国这面土地要想走向为民 必须要经过这么一个劫难 还记得当年蒋介石 他退离大陆去台湾的时候 说过的什么话吗 现在整个中国人都相信共产党 没人相信我们 等到有一天 他们被打入18层地狱的时候 他们才会想起我们 而且蒋介石或许都乐观了 或许他们到死的时候 还在想着 不要给党的国家添乱 要死死远一点 有些人可能还这么想 那我有什么办法 我就不了你 现在就是要全民自救 自己想办法救自己 当地的社区 你的朋友 要去想想问题 怎么去救 或者说 这次大劫过去之后 以后怎么样才能够杜绝 类似的这种灾难再次发生 今天这种事情 它不是第一次 也不是最后一次 如果人们不深刻的反省 不思考问题的根本 以后这些灾难还会发生 最恐怖是什么 还是让我今天主题上说的 这个病毒呀 是他们自己造出来 会不会是他们自己放出来的 这就真不好讲了 或者说有能力造出来 但是控制不好它 像这种情节在电影里面 也是非常常见 科学家造出来一个怪物 结果你控制不了 这个怪物把科学家给吃了 这种情节电影里面 没有少看吧 像今天这种武汉 这种新型冠状病毒 它是不是这么一个情况 还真的很有可能 咱们现在什么都不下定论 我也不是网家猜测 只是根据现有的信息 咱们就做一个推演 之前我是不太情愿去相信这个人工了 现在我是逐步的去相信了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证据链正在指向 这就是人为他们搞出来的 现实真的很可怕 人间炼狱 什么是人间炼狱 看看那面土地 那就是人间炼狱 之前我说跑跑跑往外跑 出国移民 不管以什么方式赶紧跑出来 结果呢 很多人说要滚滚远一点 你自己不要当中国人 你不要去忽悠别人 你也不要去拉着别人 一天到晚妖言祸众 那等到现在如今你发生这种事情 你再往外跑 那你是什么呀 黄祸了 你带着病毒出来了 可能刚才这句话说的有点重 当然了我并不是说对他们有恶意 实际上他们当初不好好去思考 而且我也看到通过这件事情之后 很多人已经是开始去思考真正的问题了 而且像前几天那个节目 武汉老警察喊话他的同僚的那个节目 也是有很多人他就认同我的观点 现在国内这一块 已经有很多人在去做 他们自己能够去做的事情了 而且我看到还有一些什么海外的民运 开始组建什么政党了 当然了对于这种事情 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 我的观点也就是说不杂不挺 每个人得有每个人推强的方式 就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特别是像这种当口 国内这老百姓遭到如此 这么大的劫难的时候 国外的这些海外民运 我觉得能不撕逼还是不撕逼 能合理就合理 当然了不要带风向 我不带风向 我所有的观点都是我自己思考的结果 或者说我跟我朋友讨论得出来的结论 不带风向不收钱 哪怕说是错的 可能我今天结论错了 就像我前一段时间我还认为 这不是人造出来的 现在就有可能 有可能就有人造出来的 随着事情的发展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现在大家还面临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也是刷tweeter看到说3月1号全国要大面积的断网 到时候又会有很多翻线软件都不好用 或者说是用不了 这个大家一定要提前去做好心理准备 有哪些放心的翻线软件可以用先都保存好 如果说到时候实在是把这什么电信 把也是什么什么移动 连通这些卡都给你限制上网的功能 那你真的就是一个孤城了 跟外界就彻底的断了联系了 还记得有一部电影 僵尸世界大战 布拉德皮特主演的那部电影 这部电影有一个桥子上讲的说是 这种丧尸病毒 为什么说没有在朝鲜去蔓延开来 电影里面说的是 朝鲜他们把全国人的牙都给拔了 就是为了防止这种瘟疫的传播 为了防止这种僵尸病毒的传播 朝鲜把所有国民的牙全都拔了 这种情节就类似 如果说到时候3月1号 武汉全部断网 都上不了网翻不了墙 能翻墙就算是万幸 可能就是说你连网都上不了 你QQ都登不了 你微信就上不了 那这就跟那个电影桥段比较类似了 为了堵你的嘴 把网给断了 朝鲜那边为了防止这种丧尸病毒的传播 把所有人牙给拔了 那武汉这边呢 为了防止你们再往外传播覆没信息 把你们的网圈给断了 这不是一个意思吗 国内的朋友一定要做好这方面的心理准备 当然了 最主要的还是一个什么 人的心态一定要调整 因为人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之下 长时间待在一个地方真的是会疯的 所以说你们这段时间要做什么呀 准备一些书吧 我个人建议啊 准备一些书 一摞书 准备个四五套 天天就在家里面就看书 慢慢看 不一定非要看什么我推荐的书 看你自己喜欢看的书 什么金庸古龙啊 什么黄义啊 这小说啊 包括科幻小说也好 还是什么玄幻小说也好 都准备一点 你为了让自己脑子不被疯掉 你就要去看书啊 我就突然间又想到一个啊 以前我看那部小说啊 基督上伯爵 那个埃德蒙他是主角 他为什么他能够在这个监狱里面 待这么长时间没有崩溃啊 因为他的持续的在不断去学东西 在这种封闭的环境之下 是一个人成长的最好的时机 你要是把这种坏事当好事看的话 你趁这个时间你充一下电 你看一下书 你的提升会不少 今天呢也是一个打探 也没有主题 想到哪说到哪 先说到这吧